大家好 今天是11月19日 星期四 收市之後 恆生指數結果都要跌成180多點 和上星期四和大家說的東西 幾乎完全吻合 恆生指數到26005至26007 確實阻力重重 昨天上過26618 但今天都調回100多200點 所以現水平真的不宜太過進取 還有你看到 在跌市內偶爾會有些股份板塊 譬如舊經濟內需 飲飲食食 今天都有些炒作 但總不見 譬如除了小米今天有些升幅 總不見有些新經濟有像樣的升幅在這裏 其中ATM和J全部都要跌 特別留意 阿里巴巴已經跌穿上星期三 248元的低位 後市級級可危 不要撈底 同時間 要預防 如果後市跌穿26000點的話 我會建議正式減倉 甚至是反手 是的 還有到你的消息 選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